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会有大雨 就是黄绿色或是橘红色的区块 明天随着封面移到巴士海峡 全台湾降雨都会趋缓 南部 花东 还有山区 依然会有短暂阵雨 其他地区偶尔飘雨 未来一周天气先看到 周二华南雨雨区的水区会飘过来 中南部还有东部以及东南部阵雨 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阵雨 周三 周四水期依然丰沛 午后近山区还可能会有雷雨 至于周五 周六降雨又会变得明显 整体来说这个星期都是会下雨 只是降雨的范围和强度都会比今天缓和 一周天气先看到北部 周一 周二是阴天 接着就会下雨22到30度 而中部和北部一样 周三之后会下雨23到32度 而随着封面移到巴士海峡 南部明天降雨趋缓 不过周二过后又是下雨天 25到32度 至于东部周二有机会看到太阳 其他天可能会下雨22到30度 而外岛部分马祖明天有机会看到阳光 接下来包括金门和澎湖 都是阴天或下雨天20到28度 生活follow me为你掌握天气的重点 美雨封面已经往南移动了 不过今天晚上南部和山区 还是要注意好大雨 而这几天持续地下雨 山区土壤含水量多 要特别注意摊放或落石 另外最好打开除湿机 降低发霉的几率 虽然这几天下雨 但是几个水库 包括了北部的石门 南部的真纹 蓄水量都只有33% 还是要节约用水 接着来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 再次登场 出品运的几率 最后打开除了 期待七度 进去 垃圾 结束 结束 着 达 几续 垂几 成森 以满 颜 额 以满 额 额 盯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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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 额额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